今晚热点透视单元带您来聚焦到是马娃台风夹带着风雨逐渐朝台湾逼近 气象局预估了马娃台风逐渐北转 从明天开始就可以感受到台风的威力 礼拜二到礼拜四这段时间会是最靠近台湾的时刻 尤其在东半部地区北部山区可能会出现持续性的局部大雨或好雨 务必要注意防灾 而气象局预计了在今天的晚上八点半就会发布马娃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 汹涌浪花不断翻腾 波到海浪一波接着一波在岸边激起超高雪花 马娃台风逼近花莲七星潭沿岸浪高三到五米 仍有游客冒险观浪 气象局表示由于台风前进速度变慢 不排除海上台风警报将持续三天 在后天到礼拜四它北上的这个过程 因为它进入一个导引气流比较不明显的区域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台风如果还有在比较偏西接近台湾 或者比较偏东远离台湾的话 对我们各地带来的雨势跟风势影响程度强度上会有一些差异 民间气象团队台湾台风论坛也示警 马娃台风即将进入关键位置关键时刻 预计5月31号90度北转并慢速北上 暴风圈将在5月31号上午至6月1号夜晚擦过花东近海及绿岛 笼罩蓝雨请严防强风好雨 天气风险公司总经理彭启明则预估马娃台风从周二影响到周五 这一周将是马娃州若没有发布路景就不可能放台风架 即便放假几率低但强风好雨仍会对迎风面带来冲击 气象局预测5月29号下半天到5月31号 预估蓝雨绿岛横泉半岛可达时机风 5月29号更已观测到蓝雨出现时机风 整体来说的确周二到周四这段时间都离我们蛮近的 礼拜三到礼拜四因为整个台风更加接近我们的东南方 所以在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降雨的状况又会再变比较多 其中东北部地区跟北部的山区要留意局部的大雨或是好雨的状况 不过有民间气象粉砖发文指出 从2019年白鹿台风过后 1300多天台风中心都未登陆 这回马蛙台风不排除又是擦边而过 谢谢台北综合报道